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类的出现在地球上已经三四亿年了 它没有艳丽的外形却有旺盛的生命力 激发李正明以绝类为创作主题的兴趣 大家也都知道说我的水墨创作 一直以来都是对于台湾生态的关怀 原来台湾是全世界节类植物最繁盛的一个地方 全世界的节类植物单位面积里面 种类最多密度最高的就是台湾 当有一次我到欧洲去 看到说他们很多节类植物是在花式里面在卖的 可是在台湾的节类植物 你几乎在你家的墙角 不小心你就会看到这些节类植物 那更让我感受到这种虽然很卑微的 这样的一个顽强的生命力 似乎跟台湾人的特质很像 也让我一直对于台湾生态比较关怀的 这样的一个水墨创作的一个题材 就慢慢的在这两三年更加的去关注 他们也都觉得说 当下的对于时空的一个诠释已经不再像以前一个单一的 那这种所谓意向主构式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 事实上也正反映着当代的一个生活 那在水墨这个领域里面 意向主构式的 就是我设定了一个我想要创作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样的一个意向 那这些严肃可能是艺术家随手拈来的 或者说他可能一些很随性的一个想法 可是这些最后事实上他会串联成一个脉络 一条线 那观众或许可以透过这条脉络 这条线来去探讨 这位艺术家跟他的生活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我想我们的一种信息的一个互动 他常常是很快的一种集息的这样的一个串接 不管是在脸书上面或者说在LINE上面 或者说在一些互动性的这些网络的平台 意念的这个表达者 当他讯息一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他不是很单纯 他常常很快的因为外在的这个互动 所以当我做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时候 观众到底是不是完全跟我站在同一条线 这样的一个脉络来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恐怕是一个很开放的 这种失序的一个开放 彼此的产生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我想这个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